28日晚間 台北市再度傳出情殺案 新北市板橋經傳分屍案 研判女子已經死亡超過一星期 禀方調閱監視器發現 豬男曾經 最近情殺事件頻傳 問問民眾怎麼看 很震驚啊 我第一個反應是 那些人應該是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ugs 可能她有吸毒還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 非一般常人可以做的 我是有遇過我的女性友人 她跟她的男朋友交往 動氣到會動手的時候 然後因為這樣而分手 這樣可以怎麼樣做嗎 我覺得很難耶 因為我也沒遇過 所以我不知道 台灣教育沒有在著重這一塊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什麼定義什麼叫危險 因為通常人家吵架的時候 不是大家都會互相大聲 然後要到什麼界線該退的時候 沒有人告訴我們 我們所謂的恐怖情人 其實大家現在歸納起來 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可能就是說 當然她是戰猶豫很強 然後又緊迫低人 可能隨時要去了解妳在哪邊 再來就是說 她可能侮辱妳或侵蝕妳的 那她用這種高姿態 就說妳這樣是不對的 甚至羞辱妳 那要顯現她的一個權利 再來可能我們知道就是說 一定是情緒控制不好 比較衝動 那另外有一個還是我們最常聽到的就是說 她可能是一個比較容易有暴力行為出現的 再來就是說她的這個可能會也有一些藥飲酒飲的這些 甚至毒品的這些紀錄 如果有這些的這個情況 可能都是這些跡象 此外有些恐怖情人 除了愛情缺少生活重心 打著愛妳兩個字 好事壞事都做得出來 失去理性判斷能力 只為看到對方的反應 要如何計劃性地遠離恐怖情人 以下提供幾個步驟 第一 趁她犯錯時 一次理由漸漸減少碰面機會 第二 告知家人 信任的朋友或同學同事你現在的遭遇 以提供隨時援手 第三 待彼此思考冷靜一段時間後 再委婉提出分手要求 第四 約界面分手 切勿單獨前往 必須選在人多熱鬧處 雙方較能控制自己情緒 第五 談判前先看好逃生路線 並提醒協伴友人對方的危險性 在現場注意彼此安全 第六 依對方個性來溝通 若對方吃軟不吃硬 言語上必須緩和 需善用智慧談分手 第七 若成功完成談判也別輕忽 尤其分手後的幾天 必須小心兩個人之間的互動 第八 若談判失敗 改透過友人溝通 或是透過專業的心理諮商 社工來介入 戀愛中 兩人爭吵難免 但聽聽心理諮商師怎麼說 我們的情緒 都是由我們大腦的這個病原系統 所指揮的控制的 那我們的理性 通常是透過我們大腦的皮質 所以我們的這個情緒 一般來講跑得比較快 所以我們只要掌握這幾秒鐘的時間 或許我們的理性思考就上來了 比方說我很生氣我要打人 對不對 但是我大腦皮質告訴我說 我不准打人 所以當你想要打人這時候 你的慢的慢擊拍 大腦就已經訊息出來了 不可以打人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打人 所以我們要掌握這兩三秒 就是說或者甚至掌握這個 所謂的一分鐘的時間 情緒管理是可以訓練的 剛開始可以閉眼深呼吸 或是離開現場放鬆心情 若是對象嚴重到瀕臨暴怒邊緣 可協同其親友 帶他尋求心理諮商幫助 為了自己也為了對方 不健康的感情生活 需要堅定立場委婉說不 讓彼此從錯誤中學習 更成熟理性地面對下一段感情